大家好,我是Flex,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今天带大家看看宝可梦游戏的进化18 1996年,第一个版本的宝可梦是红绿蓝 红绿是最早的版本,蓝版是在之后推出的 主要是红绿版本的错误修正版 1998年,宝可梦黄版 这部作品的特点在于皮卡丘和小智的冒险 游戏也增加了与皮卡丘的亲密度 剧情上也会出现较多电视版本里的内容 1999年推出了宝可梦第二世代 宝可梦金银版 金版的传说宝可梦是凤王 银版的传说宝可梦则是洛奇亚 游戏也追加了时间功能 宝可梦数量增加至251只 2000年的宝可梦水晶版是Gameboy Color转用的 也是所有系列里首次能够自由选择男女主角 年轻世界相忠练的电视频 宝可梦第三世代 红宝石和蓝宝石在2002年登上了Gameboy Advance 两款游戏也分别对应了古拉多和盖欧卡 销量总计为519万 2004年1月推出了红绿重制版 宝可梦红火和绿叶 同样也是属于Gameboy Advance的游戏 并且添加了七岛的剧情 因为是重制版的关系 游戏只卖出了88万份 同年9月的绿宝石版本 媒体称赞虽然游戏看起来比红蓝宝石好 但是相较于之前的版本并没有多大的提升 2006年NDS版本的宝可梦 钻石珍珠版 以神奥地方作为故事背景 封面神兽分别为蒂亚卢卡和帕鲁奇亚 2008年宝可梦白金版的封面神兽 为奇拉蒂娜 主角的服装变成了冬装 我方宝可梦也增加了出场动作 有新的人物 地区 设施和各种技能 宝可梦心筋和魂蝇版是1999年金银版的重制 心筋版会出现盖欧卡 魂蝇会出现古拉多 把两只神兽都捕获的话 列空座就会出现 2010年的宝可梦黑白系列 引进了156种全新宝可梦 游戏也是NDS平台上最畅销的游戏 一共售出了1560万套 2012年推出了黑白的续作 宝可梦黑二和白二 封面也改为黑球雷姆和白球雷姆 同时也是最后一部二底的宝可梦游戏 屁股版本是最后一部三周固化的 转发生了最后一部三周固化的 三周固化的 转发生成一部三周固化的 大概是最后一部分的 这一部三周固化的 转发生了个影响 资固化蒸 东西派 这一部三周固化的 寻黑球雷姆和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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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 2013年发售的宝可梦X和Y 是首部采用3D建模的宝可梦游戏 游戏新增了妖精属性 还有超级进化系统 宝可梦欧米加红宝石和阿尔法蓝宝石 在2014年底发行 游戏是红宝石和蓝宝石的重制版 也沿用了XY版的超级进化系统 2016年冬季 终于推出了系列诞生20年以来 第一次拥有官方中文的宝可梦游戏 太阳与月亮 也是第七世代的第一部作品 2017年11月发布了宝可梦 旧集之日合约 图鉴上的宝可梦增加至400只以上 玩家还可以进到旧集之洞 遇到所有历代传说宝可梦 2018年Switch平台上的第一部宝可梦作品 Let's go!皮卡丘和Let's go!一部 游戏采用全新的3D引擎制作 并且和Pokémon GO有联动哦 2019年发售 同样是Switch平台的宝可梦剑合盾 玩家们首次可以在道馆的打斗中 使用极具化 以巨大化的宝可梦来进行战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预计在2021年尾 发行的宝可梦金颤钻石和明亮珍珠 也会登入Switch 游戏也是宝可梦钻石和珍珠的重置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